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梦入神机 播讲周弘扬 第二十四集 王超从朱家房子里出来后没一会儿 曹义的电话就来了 两个人在咖啡厅里见面后 王超立刻给自己公司的几个女生打电话 叫他们立刻赶过来 什么一笔几十万的大生意 政府网络工程改换维修 接到王超电话的时候 正在为生意一筹莫展的姚小雪竟惊讶的跳了起来 然后竟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当确定自己没听错后 姚小雪和另外三个女生立刻乘车就赶到了西市 一到咖啡厅 王超就给姚小雪他们引荐了曹义 这位是市公安局的曹剧长 曹剧长是我的朋友 你们和他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我的生意都是由这几位经理打理的 具体的事物还是他们来弄的 两方面介绍之后 姚小雪和三个女生不愧是新时代的大学生 一听到曹义的身份 立刻两眼发亮 马上叔叔长叔叔短的叫了起来 是大灌迷魂汤 曹义被他们灌得呵呵之笑 坦然接受 然后便述说起了具体情况 是这样的 这次三个区政府的网络工程改换招标 你们也去投一份竞标吧 今天下午我们召开庆功大会 庆贺这次破获千万以上的贩毒大案 到时候会有很多领导在场 市委朱书记也会到场 你们也一起来 吃饭的时候 王朝你和朱家多接触接触 最好和他伯伯朱天良说上几句话 那网络工程竞标到手 也就没什么问题的 原来是这样 王朝一下子就明白了曹义的意思 拉上朱家 扯出了市委书记朱天良 就等于是胡家虎威 给区里的一些领导人物看看 然后无意说起竞标的事情 那胜府的生意 呵呵 还不手道擒来啊 好了 这次庆功会是下午三点半 在神农酒店二十八炉召开 到时候 你邀朱家一起去 这次朱家跟踪拍摄 得了你的保护 立了大功 要敢信 自然不会拒绝 我现在还要回去 局里布置一下 事情成不成 还要看你们的公关能力啊 说吧 曹义便出了咖啡厅 坐上车走了 哎呀 这些事情还真够复杂的 人系关系牵连如此麻烦 真叫人头疼啊 知道曹义的意思后 王朝顿时感觉自己的头都大了 他天生就不是一个擅长交集的人 虽然后来得了唐紫辰 传授权术 树立了信心 但是在他内心深处 还是不喜欢麻烦的人际交往 如果有可能 王朝之希望永远的沉浸在权术日中 回到那一年唐紫辰交他的时光中 万事都不管 但现在那显然是不行了 自古以来的历史都是全数链的再好 没有势力地位和财富也是枉然 更何况要是没有财富和势力 根本就无法出国去寻找唐紫辰 董事长 这次可是我们公司的生死存亡 就全靠你了 姚潇雪和三个女生直叮叮的看着王朝 什么全靠我 王朝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待会还要靠你们去公关 应付那些偷偷恼恼 自己小心点 别被卡了邮去 到时候不要怪我 你就放心好了 我们的大教练 董事长 四个女生奇奇打道 卡我们邮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你这是快点给那个市委书记的外甥女打电话吧 昨天晚上由于朱家开枪崩死了人 心情激荡 心扉敞开 与王朝的一番惬意谈话 早就说出了他的手机号码 王朝想了想 无奈之下 只好拿出手机 刚刚要拨打 突然 铃声竟自动响了起来 接了以后 里面 竟然是非常巧合的传来了 朱家的声音 喂 是王朝吗 我是朱家 今天市公安局在神农酒店开庆功宴 昨天的事挺感谢你的 所以 我想请你一起去怎么样 王朝一听 虚了口气 自然是答应了 你现在在哪里 朱家又问 啊 我现在在市公安局前面长寿路的咖啡厅 好 我马上就过来 朱家说了一句 急忙忙的挂了电话 不一会儿 从低市上下来 走进了咖啡厅 一眼就看到了王朝 以及身旁坐的四个女生 不由的愣了一下 王朝联盟介绍 这几位是我公司的经理 这次是来投票三个区的网络工程 你的公司 朱家疑惑的看了一下 这四个女生 啊 原来是朱姐姐 姚小雪已经知道朱家的来历 立刻打起招呼来 不一会儿 不一会儿便和朱家聊熟了 常言道 三个女人就等于五百只鸭子 更何况是五个女人 姚小雪和朱家聊天的时候 王朝根本就插不上嘴 也不想插进去 于是就静静的坐着 闭目扬身 不过过了一会儿 王朝就发现了异常的地方 朱家在和姚小雪他们谈话的时候 老是用眼睛时不时的瞟过了一下 从自己的脸上划过 但一碰到自己的目光 便骤然收了回去 王朝被看得极不自然 我脸上又没长花 莫非是昨天晚上的事 可昨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做呀 就是聊天说话 你怎么这么看我呀 他还有些不理解 好不容易挨到三点钟 六个人立刻奔向了市里的五星级大酒店 神农大酒店 一到酒店门口 就被门口的服务生拦住了 说是市领导在召开会议 闲人免进 不过朱家说了两句 然后又拿出自己的证件 就立刻放行了 因为朱家是市里面的公众人物 电视台的主播 服务员倒也认识 上了28楼 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 靠着右边还有一排包房 装修的是金碧辉煌 会议室里面 这时候也来了许多人 大半都是有着啤酒肚的官员 这些官员见朱家进来了 立刻眼睛一亮 纷纷上前打招呼 同时也注意到了和朱家一起进来的王超 以及姚小学等 便纷纷猜测起他的身份来 曹毅和公安局的一些领导 也出现在会场之中 现场很是嘈杂 这样王超倒是感到很不习惯 朱出去来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会场又是一阵骚动 王超朝着骚动的源头看了过去 立刻就看见一个气宇宣昂的中年男子 在一群人的陪董下走了进来 这人就是C市一手遮天的市委书记 朱家的伯伯朱天良 朱天良一进来 立即点头微笑了一下 在场的官员便都静下来不说话了 骚动停止 就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掐住了脖子 官微 这就是官微 虽然在电视里面也看到过这位大书记 但是与在现场看到的感觉 却是决然不同 他让王超感觉到了权力 所带来的威严的力量 一个市委书记就这样 那省委书记 总理 国家主席呢 权力伴随的力量为严 果然非同一般 王超心中思考着 陈姐在国术实录中说过 权术到了化尽巅峰 就会有一种打法 叫目击 不需动手 用目光便能震慑住敌人 我一直不太相信 现在看来 恐怕 这是真的了 记得陈姐第一次教我 站马步装实就告诉了我 武学是来源于先贤前辈 对生活的领悟 看来 这注意生活中的任何细节 悟出道理 将其融入全数之中 这才是真正的行指坐卧 都在行权益 权神的真意所在 就在王超 由朱天良的官微 联想到武学中的 化尽打法目击的时候 突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在自己耳边响了起来 家家 你也来了 我刚刚从北京回到省里 就急着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一直不接啊 原来 陪同朱天良一起进来的市委官员之中 还有一位很年轻 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一看到朱家 立刻眼睛一亮 三步并坐两步 便走了过来 王超不由自主的抬上了眼皮 稍微打亮了一下 这个年轻人 这个男子 西装革履 身材挺拔 脸皮白净 五官均称 微高的鼻梁上 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显示出一副很从容的气质 只是眼睛在有的时候 微微眯动一下 里面闪过的眼神 让王超本能的感觉到 有些鬼秘阴沉 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印象 在王超的脑子里和朱天良的气质 做了比较 立刻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这是一个养尊处优 擅长勾心斗角 但气质还没有磨得圆滑 欠缺老辣的年轻上流人士 赵军以后不要老实再打电话 骚扰我的工作 我现在的工作很忙 还有注意一下你的称呼 这是公共场合 朱家一看到这年轻人 本来愉快的脸上就变得有些不好看了 语气也变得冰冷起来 这变脸之快 倒让王超都感到有几分惊讶 看得出来 朱家对这个年轻人是很不感冒的样子 嘉嘉 不要闹了 赵军好像是对朱家的冷言冷语习惯了一样 脸上显露出一个无奈的神情 突然看见了朱家身边的王超 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朱家居然抢心回答 脸上的笑容绽放 身体更是有意无意的朝王超靠近了一些 而且还把朋友两个字摇得很重 前面甚至还拖出一个模糊的阴极 让人听起来很是暧昧 什么 赵军看到朱家的举动 眼角明显抽动了一下 但立刻就冷静了下去 莫非 这朱家拉我当了挡箭牌 冤大头 王超眼光锐利 最擅长观察人身体的动势 刚刚明显看见了赵军脖子上面的一根青筋向上鼓了一下 这明显是怒气勃发 心跳加速 血液上涌的状态 要是这样的状态加大 那脸上便会通红发烫 随后眼睛赤红 不过显然 这个叫赵军的年轻人情绪控制的很好 一下便压住了 但也就是这一瞬间 王超已经足够感觉到对方的敌意和怒意 这个赵军是什么人 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 却没有听朱家提起过 看叫的这样亲密 显然关系非同一般 但是这个朱家为什么不提他呢 是讨厌吗 看来这又是一场乱七八糟的纠葛 本来是做生意拉关系的 却无意被朱家拉了一把 卷入了情感纠葛日中 王超心中却是很不以为然 转头便望了朱家一眼 朱家看到王超的目光 好像立刻明白了其中责怪的意思 立刻露出了一个寻求帮助的可怜眼神 还用手拉了拉王超的一角 但是 两人这样的行径落在赵军眼里 却变成了眉目传情 顿时 王超就发现赵军的脖子上的青筋 跳动的越来越厉害 脸上也微微的出现了红色 眼镜 米炸的更频繁了 就在这时 一个浑厚的声音 打断了微妙尴尬的情绪 家家 听说你昨天坚持去采访了 还让一个记者胳膊上挨了一枪 真是胡闹 原来是朱天良走过来对朱家发话 朱天良那到哪哪都是目光的焦点 这一过来 市里面的头头脑脑也都朝这边望了过来 纷纷议论而起 王超的耳朵里便听见了许多轻微的议论和猜测 这个年轻人是谁啊 好像是和书记的侄女很亲密的样子 哎 不知道什么来的 只怕不小 你没看到赵城长的公子都好像在吃鳖吗 是啊 我也发现了 姚小雪和另外三个女孩子夹在人群中 也听见了议论 心中纷纷对王超的身份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这个王超是跆拳道顶级教练 身手又好 和市委书记的侄女关系暧昧 是公安局局长还是他好朋友 莫非是哪家大官或者是大富豪的公子 到下层体验生活装逼 或是看中了我们其中的某一个想炮我们 虽然和王超合伙做生意 但这几个月 王超很少去公司 他们也不知道王超的具体底下 但这些女生是看过不少言情小说和港台电视剧的 顿时脑袋里面便勾画出王超的身世来 幻想着一个灰姑娘的神话故事 嗯 朱伯伯 看到朱天良过来 赵军也压制住了情绪 我昨天也听家家说去跟踪采访遇到了危险 今天急忙赶了过来 不知这位是 最后一句是冲着王超来的 显然其中是带着敌意 朱家听见朱天良的责备 大声分辨着 不不 我不是没事吗 再说 我从小的理想可是当一个战地记者 昨天这是小打小闹 你不用担心的 朱天良好像也拿自己的这个侄女没得奈何 脸上便显露过一丝无奈的笑容 随后便把目光转向了王超 年轻人 我听曹局长说了 昨天全靠你保护家家 还击毙了一个主要的犯罪分子 嗯 不错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 是越来越出来拔萃了 朱天良的语气很是柔和 让人有一种如沐清风的感觉 啊 朱书记给我讲了 王超不卑不亢 只是微笑嵌身 嗯 好好干 前途无量吧 朱天良拍了拍王超的肩膀 然后走上了会场前面 虽然这只是简单的拍肩膀说话 但是这个场面早就落到了很多人的眼里 接下来的情况 先是开了一场表彰大会 然后便是庆功宴 不过朱天良并没有多喝酒 进入包厢后 说了会儿话 交代了一句 大家继续喝 我今天在省里还有工作 就不做赔了 随后便在市委的一帮 头头脑脑的陪同下走了 书记一走 现场的气氛顿时就浓烈起来 王超老是被朱家拉着 看来这挡箭牌是当定了 那个赵军只是在一旁的酒席上 跟一些官员闲扯 也没有上来纠缠 席间空荡处 王超连忙问朱家 这个赵军是什么人 朱家鼻子里哼了一下 哼 赵省长的二儿子 前年国外留学回来 哗哗大哨一个 哦 王超点点头 便不再问下去了 这下朱家奇怪了 你不问别的吗 比如他为什么缠着我 我为什么拉你做挡箭牌 你不说出来 肯定有你的道理 我们是朋友 帮一下也是应该的 嗯 你这个人倒是很有意思 朱家点点头 认真的到 最后眉头一皱 提醒了一句 赵军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 你以后要注意一点 估计我给你添麻烦了 那也没什么 王超眼睛一闪 随后又低一下头去 酒会到了尽头 王超心中更惦记着生意的事 抽空看了姚小雪他们一眼 发现这四个女生 正和一帮官员打得火热 怎么样了 没问题了 这次三个区的网络工程 是八十万 现在正在招标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板 这些人当场就拍板了 姚小雪被王超拉了出来 醉眼迷离 脸上荡起了妩媚的红韵 显然是没少喝酒 王超看得皱了一下眉头 突然出手 狠狠的掐了一下他的虎口 哇 一口酒吐了出来 姚小雪顿时感觉脑袋清醒了许多 不由的感激的看了王超一眼 你自己注意一点 王超交代了一声 我会注意的 姚小雪一清醒 口齿也清除了很多 听说明年全省范围 要弄城镇乡村网络互联 国家投资最少在几千万以上 我想这次生意拉到了 再多聘一些人才 把公司业务范围扩大些 王超想了想 也好 你们现在有经验了 好好安排 我把赵兴龙也拉过来 成立一个保安部 生意做大了 也需要防止人红颜导弹的 嗯 是这个道理 我们旁边的一家公司 就是因为挖人家墙角 被人喊了一群流氓打了上来 垫子都砸熄烂了 王超点点头 见那边赵军又凑上来 不知和朱家说了什么 朱家怒气勃发 气冲冲的走了过来 对王超道 走 送我回家 说着 不由分说的 便拉着王超的手 出了门 第二十四集 完